嗨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Kirky 記憶靈 那這張專輯叫做記憶靈 為什麼要記憶靈呢 其實是取一個我們名字的弦音 很多人說記憶靈不好記 Kirky 不好記 記憶靈總記得起來吧 剛好我本身又是個鯨魚腦 所以我覺得這張專輯就是我今年的寫照 重新歸零 2020 再開始 這是我一個新的開始 這張專輯很有趣的是 我把它做成比較像是一個資料夾的樣子 因為其實在記憶靈這首歌 《透明主打》裡面 也有講到是把記憶一層一層的塞到腦海裡頭 同樣呢 你就像這樣可以把記憶一層一層的 抽 抽 來 抽不完 哇 很多張 對 很多很多 然後 最有趣的是 一開始你如果在 你如果去實體店面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怎麼知道 這張專輯只有一首歌 因為它是 這記憶裡看得見 然後其他全部都是用點點點來表示 沒關係你買回家 就知道哪些歌了 每一張 每一張的歌詞上面呢 都有一個刮刮樂的部分 是可以讓大家 刮開的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剛跟前面分手 那種 想要忘掉 那種捨不得 然後腦子都充斥的這些 其實我是覺得說很多事情就是 像我在節目上講到 請大家放過自己 放下接過去這樣 那這首歌裡頭就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記憶呢 先 收藏起來 然後哪一天 你再回去抽出來看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事情你試過今天之後去看 就會好很多 吉他仙子下班了 沒有 只有當時是黃國恩老師給我一個封號叫吉他仙子 那剛封的時候呢就我的朋友身邊朋友每個看到我都是仙子 仙子來了 仙子 然後如果我去表演的時候他們就說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吉他仙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我是要飄上台還是要怎麼樣 需要零步輕移嗎 其實還是值得開心 因為 就是也謝謝國恩老師給我這個封號 因為我覺得是對我的吉他彈上一個很大的肯定 然後也讓大家多了一個記住我的點這樣子 其實一路上 我換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管道 在做同樣的事 不管是像駐唱啊或是參加比賽 然後也有在自媒體上面跟大家互動過 那這一切呢 就當中間當然是會有一些低潮期 就會覺得 天啊我 究竟是為了什麼在堅持 可是當我靜下心來想 我就覺得 這是我的夢想 然後也是我很早就確定說我一定要這麼做的事情 就沒有時間可以 打倒我 新生在創作的歌手啊 像是 許淑豪啊 然後李先駛啊 廖柏亞啊 Sam Lin啊 這些 我都好想跟他們合作 像上次在記者會的時候 柏亞有來送我一把吉他 我說好希望可以用那個吉他 然後搭配他小提琴 我們一起來創作一首很棒的歌 他小提琴超厲害的耶 之前還有用筷子 喔對 他用各種 然後我就覺得哇賽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其實就是音樂 旅行跟美食 然後每次去旅行 我其實從很早的開始 我每次旅行都會背著吉他 到每個地方我可能會 因為 就是可能當地什麼氣氛 我就會翻唱歌 像說我去巴黎 我就翻唱了一個 高白氣球啊等等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欸那為什麼不來 直接用創作來留下這個紀錄 會更棒 因為身為一個創作歌手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自己的創作可以被認可 然後我也很希望可以幫 很多很棒的歌手 寫歌 讓他們兩聲打造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 多學一些製作端的一些技巧 然後幫助自己 他在推出作品的時候 可以更加更加的 具有Kirky的風味 其實真的非常感謝這一路 陪著我的很多很多朋友 就在這中間 在我低潮期的時候 或是可能靈感褲子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女兒 才有辦法一路走下來 所以 謝謝你們陪我走到今天 2月7號 有一場個人的首場音樂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現場 然後看我是如何從 抱著吉他 到今天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舞台 展現不一樣的自己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一起參與 更多更多的相關訊息 也只要上我的粉絲專頁 或是Instagram都可以看到